打吕布 一技能砸后拍兵 秒往后拉 不要A 你A上去 吕布那一刀就劈到你了 然后零人带兵 一起A升到二级 两端2A减速 往后拉 一技能再接2 先减速再接1 吕布是必起飞的 直接闪下来 没关系 那么好 我还有第二招 替身攻击 吕布建设过我的替身攻击之后 倒是完全不敢给我过招了 貂蝉下来了 我先去卖个破绽 这么明显的破绽 按理说 是不会有人上当的 你看他貂蝉都喊撤退了 但是人 总会被眼前的利益冲昏头脑 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吕布闪现是跟我同步的 他当时就麻爪了 不知都该怎么办了 死啊 有一说一 兄弟们 你们面对这种程度的勾引 能忍得住吗 除了替身攻击和极致勾引 你们以为我的花活 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来 吉姐上船 我们两个人现在撞谁谁死 白头 丢船 OK 回到线上 支援一手 却全是参线 兄弟们 注意进场时机 哎呀 一船机飞了四个 怎么我自己也飞了 还好有机器光 潇洒地去回到线上 这波中路的打团 吕布支援过来 先给吕布打一套 他往中路跳 那我卖掉中奎 去办个旧名 你妈我不打扰 我走了哈 这没办法啊 兄弟们 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下水道 拉上姐姐 哎 姐姐 你这边浪费我油吗 本来油就不多了 还能开回周路吗 极限丢船 这个船丢不准 也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花火 控制链 众所周知 中奎开大 有个解扣子的动作 吕布他能跳走 但在此期间 我们一三连控 这就可以无缝衔接 吕布大招 摁都摁不出来 看到这里 就会有朋友问了 这把带的是闪线 这没见你用过呀 哎 杀手锏 岂能上来就用 开船 虽然这一招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但是队友团战实力 没办法了 假装迂回 吕布想挡我 船 和我 一个都留不住 嗨嗨嗨 兄弟吧 这个杀手锏 过早使用 那对面容易起防备啊 游戏打到这里 还有一招为始的 那边是一闪接三 更加的出其不易 现在对面C位 就只剩一个孙让箱了 等他把翻滚掉了 就是现在一闪接三 直接秒掉 开船球 我没扛他 那不用开了 这一招主打的就是一个快 然后你丢船丢准的 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这一招不需要丢船 实用性还是非常高的 看不到船 也听不到开大的声音 对面就不可能有任何防备 看这波 小桥来抓该怎么办 那么好 本期的花活顺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除了替身攻击 其他花活都是很实用的 替身攻击主要是因为 驴布他没单挑过小兵 有点养着 没有人 没人 别人 我的国亚 我也要 就像